幼儿啊 阿乃可怜的小幼儿啊 奶的心肝肉 你 你这是咋啦 你这是要奶的命啊 赵家老太太抱着人事不醒的小姑娘 撕心裂肺的哭嚎着 小姑娘赵小幼身边跪着两个面黄鸡兽 约莫七八岁大的小姑娘 这俩小姑娘呢 是她堂姐 赵三鸭和赵四鸭 你们两个小贱人 长腹生的玩意儿 要是有吧 有个三长两短 老娘 活屁了你们 老太太骂完就死命的拧着两人 阿乃 你饶了我们吧 娘 娘 疼 赵四鸭的娘扑上去 护着她小小的身子 任由老太太的手落在她身上 赵三鸭的娘呢 则坐在角落 躲着赵老太太的目光 生怕老太太迁怒到自己 让一让 让一让 阿娘 郎中来了 这个时候 老太太的三儿子赵明田背着一个老郎中 急匆匆的从外头跑进来 赶紧把孩子抱屋里去 都受伤了 还隔在毒蜜头底下晒 赵老太太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将人给抱进了屋里去 老郎中呢 就去给把卖 人伤得太凶了 还是准备后事吧 您 您一定得救救我孙女 求您啦 伤太重了 救也可能是白花银钱 救 您哪 您尽管开好药 我老婆子 有钱给您 说完呢 他就把她带了几十年的银镯子 从手上给退下来 塞到了朗庄的手里 老朗庄没法子 只好给赵香佑上了商药 然后给她包扎开方子 一共五两银子 主要是这商药贵 得四两五钱 时尚回我去县里头回春堂买来 给我孙子备用的 您这镯子就收回去 若是眼下这银钱不凑手 您暂且奢欠几日也无妨 你让人来我家拿药吧 还有 这姑娘若是今晚不发高烧 明早能醒过来就好 这若是醒不过来 就得准备后事了 老郎中离开之后 老太太就把一屋子的人给拧了出去 然后关上门趴在地上 钻进了床底下 她抠起来两块砖头子 露出来一个瓦罐来 老太太呢 就从瓦罐里拿了两块碎银子 并挤串铜钱 一下子往怀里揣 又将现场复原了 这才从床底下爬出来 她把身上的灰尘铺冷干净 开门叫人了 老三哪 你拿银子去古郎中家抓药去 老二 你去镇上 把你大哥大嫂叫回来 老三媳妇儿啊 你去后院抓这老母亲 杀了顿着 说完 她眼光一扫 没瞅见二媳妇儿 傻千刀的长夫 你死哪儿去了 再不给老娘滚出来 老娘 休了你这个倒草玩意儿 这赵老太太呀 把一家人支持的团团转 她自个儿进屋照顾照相友 完全是没管在独日的底下跪着的两个孙女 家里其他人也不敢管呢 半个时辰以后 赵香又被老太太灌了一碗苦药 就睁开了眼睛 哎呦 她这一醒 赵老太太就松了一口气 奶的乖乖 你可算醒了 哎呦 可吓死奶咯 哎呦 我乖饿了吧 阿奶呀 去给你盛鸡汤去啊 说完 一阵风湿的刮了出去 眨眼的功夫 老太太就刮进来了 哎呦 乖乖喝鸡汤了啊 这喝了鸡汤啊 疼疼就飞了 乖乖 就能好起来 这会儿的老太太慈祥齐了 之前的凶汉模样在她身上 那是一心半点都找不着了 再说这个刚醒过来的小姑娘 赵湘佑啊 并不是真的三岁小姑娘 她呢 是在小姑娘几个月的时候 从末世穿来的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 总是有一魂一魄 总是不能融入这具身体里 故而一直不能开口说话 再加上这身体里有几十根绣花针呢 随便动一下就疼得不行 所以她很少动态 并且经常的哭闹 所以呢 这就导致在外人的眼中 哎呦 她呢 就是个小傻子 全家只有这个奶奶和三叔 待她是如初如宝的 赵湘佑呢 就像是个看客一样 看着自个儿浑浑噩噩的活到现在 老太太一碗药给她灌进去的那一刻 她正好的将最后一根绣花针 给挪到了空间中去 一魂一魄顿时归位 而她也就醒了过来 嗯 阿奶 好喝 哎呦 乖乖爱喝呀 嗯 阿奶再给你 嗯 乖乖呀 你 你喊我啦 阿奶 哎呦呦 多谢老天爷保佑 多谢铺子保佑 多谢天子老爷保佑 保佑我乖乖能醒过来 保佑我相悠啊 能开口说话咯 奶奶相悠啊 再 再喊几声 给阿奶听听 阿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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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香佑接连喊了好几声 喊得赵老太太劳累纵横 一张满是褶子的脸上 笑成了句话 哎 娘啊 大哥没空 就大嫂回来了 嗯 娘 香公 她走不开 这 这马上就要秋围了 她耽误不得 是走不掉 还是被那个娼妇给缠着不让走啊 你个泥捏的玩意儿啊 堂堂嫡妻 被个小妾给拿捏住了 连男人的心都拴不住 要拥个屁用啊 老太太脱了鞋 就往曲氏的脸上抽 曲氏偏头 鞋砸在她的肩膀上 娘 香姑 她真的在问书 问书 问书 还分个屁的书啊 这么多年了 她每次都考不上 她这辈子啊 也就走了一次狗屎运 整天就是一秀才命 自己闺女伤得这么重 她也不回来看一眼呢 嗯 你呢 来了也没看你看闺女一眼 也没问你闺女一句 就帮她说话 哼 你们也叫人呐 畜生都比你们有人味儿 我 我没有 嗯 香 香悦醒了 赵香悦攥着赵老太太的衣裳 害怕的往她身后缩 赵老太太横眉冷树 嘿 你这当娘的 来问一句就完事了 啊 你闺女遭这么大罪 带了银钱补品回来没有啊 呵呵 娘 这相公她要赶考呢 手里的银钱紧得不行 实在是 实在是没有多余的 再说了 香药不是都醒了吗 想来也没啥大毛病了 滚你娘的肚子 没银子就给我滚回去 别处在老娘面前献烟啊 你回去就跟那孽障说 享考功名可以 明儿个立刻送回二十两银子回来 给你闺女看病补身子 不然呢 老娘就去献牙哭去 说她不辞不孝 取失闻言 脸上顿时就退了血色 她连忙摘下身上的首饰 放到了一旁的桌上 哼 娘 你就体量体量相公吧 她说考上举人了 那也是再给老赵家 逛做要祖嘛 这老太太呢 当然不可能 针去衙门 告诉个儿子 秀才可还能是 免五十亩地的税钱呢 最为重要的是 能免了家里的摇翼 还有兵翼 大儿子这个秀才的名头 那杂地都得保住了 张嘴这么也说 不过是吓唬吓唬去世而已 老大 啥时候去府城啊 再过几日便启城了 嗯 你呢 就跟老大带个话啊 去府城之前呢 总要先回来看一眼 我这老娘 不然 这外人会说她不孝 嗯 是 滚吧 那 那娘 我走了啊 去世忙不迭地转身出门 多一眼都没看赵香友 赵香友甚至觉得她的背影 有点落荒而逃的一味 嗯 在慌什么呢 是怕阿奶继续责骂她 还是 去世走了之后呢 赵香友就抱着赵老太太的手 学着三岁孩子的语气撒娇 要阿奶 阿奶的乖乖哟 他们不稀罕你啊 阿奶稀罕你 老太太反身抱了香友一会儿 就松开了 只要阿奶 赵香友一再重复 老太太瞬间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她抬手 摸了摸孙女脑袋上 软糊糊的头发 哎呀 又啊 咋说呢 那也是你亲爹娘 你不能不认哪 只要 只要阿奶 好好好啊 这香友啊 只要阿奶 不要他们 得了话的赵香友破提而笑 赵老太太叹心了一声 心里想着 哎哟 这孩子呀 还小呢 又不常见父母 这往后慢慢教吧 也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的 乖乖呀 乖乖睡会儿啊 一会儿呢 阿奶让你三婶 给你煮鸡汤粥喝 说完呢 老太太便起身 却拿了取室 放在桌上的首饰 首饰一入手 老太太就怒了 啥牵刀的贱货 我说这回咋这么爽快的给东西呢 原来都是他娘的 是表面掀呢 表面是薄薄一层银 里头是铜的 入手掂了一下重量 就能分辨的出来 老太太气得不行 她出门冲着院罢里 跪着的三压死压吼道 愣着干啥呢 还不赶紧去赶活去 猪草打完了吗 一天天就知道多懒 俩小姑娘被晒得头昏脑胀的 这会儿被赵老太太一吼 脸毛起身跑去了墙角 捞了背搂就跑出了门去 这边的赵香佑眼皮沉沉的 很快就睡过去了 醒来的时候呢 天都已经黑了 老赵家的人都聚在堂屋中 赵香佑听见老太太 审问三压四压的声音 当时 我们跟翠儿姐姐和王四压他们 在一处挖野菜 等听到动静跑过去的时候 幼儿就已经掉下去了 阿南 不信 可以去问问翠儿姐姐和王四压 老娘自是要去问的 说你们两个小鼻崽子敢糊弄老娘 老娘回来 就提酒把你们给卖了 娘啊 要我说呢 指不定就是那狼崽子 把幼儿给推下去的 二嫂 不可能吧 咱们家跟她无冤无仇的 香佑还没满四岁呢 也没招惹过她呀 就那小狼崽子 看见谁谁倒霉呀 便不是她推的 看见也是她害的香佑 滚下去的 她呀 就是个天煞孤星 倒霉鬼 村里的当年帮她的人 那还少了吗 谁帮她谁家出事 若不是她爹攒着的名声好啊 村里早就叫她赶出去了 要真是那小崽子赶的事啊 老娘拼了这条命不要 也要弄死她 赵老太太显然把陈氏的话给听进去了 搭了下来的眼皮子 都没遮住她眼里的胸光 娘 哎呦 我乖乖醒了啊 她连忙起身 将赵香佑给抱了起来 哎呀 老三媳妇啊 赶紧的 去把给饱的鸡汤粥给端了去 屋里几个小的一听鸡汤粥 纷纷吞起了口水 便是儿媳妇陈氏 也跟着在吞口水 娘 这弟妹熬了一大锅鸡汤粥呢 您瞧啊 家里这几个孩子正是长身体呢 不然 给他们都分点 陈氏眼珠子一转 便把大儿子赵紫横扯过来 往赵老太太面前推 心里想着 哎呀 这老太太 咋的也能给大孙子分一口吧 这样 我也能沾光昏掉 哎呦 那鸡汤的香味啊 在院里飘一下午了 哎呀 妈呀 可把我馋不行了 可惜 这老紫太太看得忒眼神了 我也没有下嘴儿偷吃的机会啊 呸 一个个赔钱或玩意儿 也配吃鸡汤粥啊 也不嫌撒泡妞照着自个儿 啥模样 那凉快哪待着去啊 要让老娘知道 谁眼皮子浅偷吃一口 我乖乖的鸡汤粥 老娘 就撕了她嘴 老太太说完 狠狠地扳了眼陈氏 陈氏怀里感受到死亡威胁的赵子恒 你就是的 从他娘身前溜开 嘴里嚷嚷着 二奶 我吃杂粮 嬷嬷就成的 鸡汤粥 我给盯着 绝对不让人偷 耗子也不让 陈氏心里想着 这儿子是假来的吧 不是他亲生的吧 他是为了谁啊 处在这干啥呢 都给老娘滚造房吃饭去 这一屋子人都盯着我乖乖吃饭 别把我乖乖给吓住了 汤壶中的人 瞬间就跑干净了 赵老太太抱着赵香柚 在炕上做好 温声细语地对他说道 哎呦 我们乖乖呦 吃鸡汤粥了 阿奶喂你吃啊 嗯 阿奶吃 哎呦 这赵老太太的眼眶子 一下子就红了 还是我乖乖心疼我 惦记我 一屋子不省心的玩意儿 都是来跟我讨债的 只有我的乖乖 是我的宝 是我的福气娃娃 阿奶不吃啊 咱幼儿吃 阿奶吃 阿奶不吃 幼儿不吃 赵老太太被赵香柚 倔强地眼神盯着 实在是拧不过 就吃了 粥一进嘴 香浓的味道 就在口腔中炸开 没得不行 老太太吃了 赵香柚也吃了一大勺 然后她又喂老太太吃 哎呦 阿奶尝尝味道就行了啊 咱香柚吃 赵香柚别了别嘴要哭 赵老太太无奈 只好张嘴 吃了赵香柚 递到她唇边的粥 见到老太太吃了 赵香柚就咧开嘴 给了她一个甜甜的笑 祖三俩呢 是你一口我一口的 把鸡汤粥给吃完了 小哥哥 就幼儿 幼儿疼 小哥哥 baby就不疼了 幼儿啊 你呢 跟奶说啊 谁推的你 是不是三丫四丫啊 是不是小狼崽子啊 嗯 不是姐姐 也不是哥哥 幼儿 呼呼 没看见 若是我这把真的摔死了 那三丫四丫 肯定会被老太太给打死的 所以 应该不是他们推的我 赵香柚说完 赵老太太的脸色 就越发的凝重起来 如果不是两个丫头 也不是狼崽子 那会是谁呢 奶奶 哥哥呗 幼儿不疼 嘿 好好好 我们幼儿不疼啊 疼疼飞了好 疼疼飞了哟 我们幼儿就能更快的好起来 以前 幼儿这疼疼 这疼疼 嗯 还有 这 这 这 都疼疼 一直疼 好疼好疼的 他指的地方 是绣花针扎进去的地方 这三年中 为了稳住这些绣花针不一味 他几乎耗尽了心身 赵老太太猛了一下 赵香柚再结再厉 幼儿 天天疼 他也不能跟老太太说扎针的事 说了你让老太太咋办 他呢 只是想用这件事 让老太太对秦少安心存感激 以后他去找秦少安的时候 老太太能答应 毕竟呢 那小哥哥 可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他想对他好 赵香柚这么一说 他就想起了 这孩子从小到大总是哭 而且又好几次都哭得昏厥了过去 他还为此呢 请了好几趟的神婆 来给孩子召唤安破 要说这赵老太太这人抠门 刻薄 重男轻女 样样都齐全 可是他为啥独独对赵香柚 另眼相待呢 其实啊 刚开始的时候 取世生第三胎还是个闺女 他可没少骂取世 连带着呢 也不待见赵香柚 知道这赵香柚 差不多半岁的时候 那天他要回娘家 可是这刚出门 赵香柚就哭得昏厥了过去 而且脸色越来越差 这眼瞅着就要没气了 其实啊 照着老太太的想法 就应该提脚把这孩子 给扔山上去 可是到底顾忌着老大神 秀才要名上吗 所以便去找了郎主 一来二去的就耽误了事 老太太没回乘娘家 结果呀 第二天就听人说 他回娘家那条碧京之路上 出大事了 从山上呢 滚落下来的巨石 砸到了临村的一辆牛车上 牛车上呢 人是有一个算一个 全给砸成了周碧 当时呢 这老太太细细问了问 问完了背上 就冒满了毛毛汗 他这个老天爷哟 那天他出门走 就是为了赶那趟 临村的牛车呀 若不是赵湘佑这孩子哭得昏厥了 那那他 那他就成肉饼了 而且还是人肉牛肉混合馅儿的 到那以后呢 这老太太就认定了 赵湘佑就是他福星 然后呢 就将取士给赶去了镇上 他亲自的带着赵湘佑 而且呢 不但是他 便是老大老二跟老三 也沾过幼儿的福 每次幼儿哭晕厥过去 都能救一个老赵家的人 所以啊 后来这孩子不能说话 体弱 老太太不止一次的 去找了神婆 什么就说是这姑娘 给他们家里人打了截杀了 所以全报应在这孩子的身上了 如今幼儿说他疼 每天都疼 老太太回想起往事的种种 心 一下子就被揪起来了 幼儿 疼疼 想跟奶说 说不出 小哥哥呗 幼儿不疼疼了 也能喊阿奶了 老太太是猛然间惊醒过来 他一拍大腿 哎呀 看来这小狼崽子 忘我们家幼啊 掰着手指头算了哈 他的乖乖为老赵家人挡了截杀了 所以就自个遭罪 每天都疼 小狼崽子呢 村里人是谁碰谁倒霉 可他一碰他们家乖乖 他们家乖乖的杰杀就没了 还能开口说话了 嗯 这说明啥 这说明小狼崽子不但忘他们家幼儿 而且还指望他们家幼儿 老三哪 老太太扯着嗓子喊了一嘴 朗不丁的大嗓门子 把赵湘佑给惊了一跳 嗯 啥事 赵老三推门进来 他的目光落在赵湘佑身上时 就染上了笑意 湘佑的脸色好多了 看来能很快好起来 之前呢 听了郎中让准备后事的话 差点没把他给吓死 赵湘佑乖乖的朝赵老三笑了笑 这一笑 差点没把赵老三的心给添花了 他抬手去摸赵湘佑的头 却被老太太一巴掌给拍开了手 哎呀 鬼女给爱谢 你找个娃罐子 装一罐子鸡汤粥 偷摸给小狼崽子送去 娘 你说啥 咋的呀 没听清啊 你耳朵长毛了 还是长来摆牌的 您 您让我装一罐子鸡汤粥 给秦少安送去 赵老三小心翼翼的瞅着老太太 生怕说错了挨揍 哎呀 你愣着干啥呢 你还不赶紧去呀 跟你说啊 闭着家人 二房的人也不让知晓了 送去 交到他手上再回来 知道不 记得道谢啊 谢谢他救了咱香药 哎呦 走后门 别让人发现了 老太太一番叮嘱 赵老三顶着一脑袋的疑问 出门了 心里还嘀咕呢 老太太的嚷嚷欢了 他怎么一下子变这大方的 这个秦少安呢 他是住在村委的一处 小破茅草房里 院呢 是塌了一半 房子也塌了一半 如今就一个厢房和一个造房 勉强能用 他平日里并不在家 这个地儿对他来说 就是个晚上睡觉落脚的地方 谁 秦少安一回去 就见自个儿房的门前 蹲着一个人 少安回来了 是我 你赵三叔 这是我媳妇熬的鸡汤粥 我娘吩咐我给你送过来 谢谢你今儿救了我们家相用 秦少安呢 并没有接 他越过了赵老三 推开门进屋 也不吭声 直接将门关了 表明了态度 赵老三挠了挠头 他也不生气 只将瓦罐放到门外 然后压低了声音 冲着门里道 周我放门外了 赵老三是等一家的人都睡了 这才出门的 毕竟老太太的指示是 不让旁人知晓 他是前脚出门 赵湘友后脚就出门了 要彻底打消老太太的顾虑 光靠着他嘴上说说那些可不成 赵湘友如今是神魂完全归位 意识进出空间 也比往常容易太多了 他就从空间中 拿了个银镯子出来 放在离赵家不远处的小路上 还怕赵老三看不见 他还专门捡了些树枝 放在小路的中间 咋地他三叔回家的时候 也能停一停吧 就不愁发现不了银镯子 做完这些事 赵湘友就累得不行 毕竟还是个三岁的小姑娘 而且还刚刚受过重伤 他那是偷门地溜回去 然后爬上床 很快就睡着了 可是踏实踏实了 他三叔却不踏实了 捡到银镯子的赵老三 就跟见了鬼一样 这银镯子在他手中 就跟那烫手的山芸似的 回家也不敢睡了 跑到老太太门前喊着娘 又不敢大声了 夜色下 一个黑眼猫在老太太的门前 掐着嗓子低声地喊着 娘 娘啊 娘啊 出来上茅房的赵老二 一下子惊了 鬼啊 赵老二眼珠子一翻 就晕了过去 这一下子 一家人就都被闹醒了 老太太屋里的灯亮了起来 接着门口的窗户 透出来微弱而昏昏的光 从各屋出来的人 才强强着了 这赵老二身边 处着的哪里是鬼啊 分明就是赵老三嘛 老太太压低了声音怒斥 这大半夜的 吵吵啥呀 陈氏去家赵老二的人中 把人给掐醒了 他吓一声妖叫 结果就看到 这一大家子人都处在院里 已经飙到喉咙里的烟 又被他给咽了下去 滚 都滚回屋睡去 老太太发话了 各屋的人 点忙滚回黑漆漆的屋里 老赵家呢 晚上除了老太太这屋啊 其他人窝里轻易不让点灯 怕耗费灯油嘛 赵老三没走 只盯着他娘瞧 把赵老太太盯得直发毛 赵老太太一把将在揪窝里 关上门才问 哎呀你干啥呀 让你瞧嘛 生日的出去办点事 你瞅瞅 你给老娘 弄这么大动静出来 哎呀 这老娘 要你有啥用啊 娘 娘 又是醒了 赵老太太这才放过了她 狠狠地弯了眼她之后 就快步走到了床边坐了 轰着赵向佑睡觉 赵向佑呢 也知道三叔有话跟阿奶说 就乖乖闭上眼睛装睡 耳朵却支冷起来 听俩人说话 娘 我从秦少安家回来的时候 在咱们家不远处 捡到了一个银镯子 赵老三从怀里掏出了银镯子 递给了赵老太太 赵老太太闻言 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劈手夺过银镯子 就到灯油下细细地瞧着 嘿嘿 哎呦 嘿嘿 乖乖 这镯子 这得有一两种呢 娘 这镯子也不知道是谁掉的 这么金贵的玩意儿 掉了镯子的人 应该着急了吧 老太太把镯子往怀里塞 嘿嘿 管它谁掉的 让你捡着了 那就是老娘的了 行了啊 你滚吧 这事啊 谁都不许说 知道不 老太太不有分说的 就把赵老三往外干 门口一直猫着偷听的赵老二两口子 便忙跑回了自个儿的屋 嘿嘿 妹姿姿啊 事实证明 这小狼崽子果然不会带来人 而且是真望他们家香柚 若不是淹着香柚 老太太也不会起了 让老三去试试的心思 哎 这一试 就试出了个 一两重的银镯子 老太太屁股一掘 又钻床底下去了 虚开了眼 正好瞧到的赵香柚 无语了 她睡了穿越而来的 第一个踏实而安稳的觉 第二天一大早呢 赵香柚刚被院子里吵杂的声音吵醒 就见赵三鸭端着一盆子热水 进来给她洗脸了 看见赵香柚迷迷糊糊的看着自己 赵香柚就狠狠的瞪了她一眼 哼 害人惊 但是给赵香柚洗脸还是十分轻柔的 她当然不是心甘情愿了 而是怕挨老太太的打 热乎乎的怕贼上脸 赵香柚的迷糊劲就没了 她趁着赵三鸭笑 赵三鸭再度恶狠狠的瞪了她一眼 哼 三鸭姐姐 见赵香柚被她瞪了 反而又宠她笑了 赵三鸭看了更来气 没脸没皮的害人惊 骂完之后她再回过神来 哎呀 六鸭 会说话了 完肚子了 会说话 等于会告状 赵三鸭寻思过味来之后 小脸瞬间就傻白了起来 赵香柚瞧着小丫头这样就心疼了 哼 早孽哟 反而小姑娘吓唬成这样 她扑了过去抱着赵三鸭 养着脸成她笑 幼儿 喜欢姐姐 姐姐对幼儿可好了 姐姐 带幼儿玩 赵三鸭下意识的想甩开她 但是 没那个当 对于赵三鸭来说 赵香柚是害她天天挨骂 三天两头挨打的害人惊 所以不管赵香柚咋对她杂娇 她都不喜欢她 姐姐带幼儿玩 幼儿 给姐姐糖吃 赵香柚是颠着脚 伸手往赵三鸭的嘴里塞了一颗麦芽糖 这糖呢 是老太太学没来 给幼儿喝了药之后舔嘴用的 香甜的味道 瞬间在赵三鸭的嘴里蔓延开来 她想吐 但是又舍不得 于是便撇开了脸 不看赵香柚 小表情啊 那是别扭极了 出去吃饭吧 办上之后 赵三鸭端着盆子扭身出门 不再搭理赵香柚 赵香柚哪会瞧不出来三鸭的态度呢 她心中叹了一口气 哎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我想缓解跟三鸭的关系 可不是一两颗糖的事 算了 顺其自然嘛 就是盐子 也不是人人都爱的 吃完了香喷喷的鸡汤粥 赵香柚就对老太太说 想吃白面馍馍 不想吃鸡汤粥了 因为啊 她吃饭的时候 几个孩子都盯着她猛吞口水 赵香柚于心不忍 于是呢 她便提了要求 她不吃鸡汤粥了 这老太太 必定会将剩下的鸡汤粥 都给分了吧 赵香柚的算盘打得响亮 可些呢 老太太比她更交明 老太太是一面答应下来 赏我做白面馍馍 一面让孙氏 把剩下的鸡汤粥 盛进了瓦罐里 她一手跌溜瓦罐 一手牵起了赵香柚 走 阿奶呀 带你去给小狼 呸呸呸呸 去跟秦少安 道歉去 哦好 赵香柚望着 极度失望的哥哥姐姐们 嗯 她已经尽力了 娘 我回来了 祖孙俩是刚要出门 门外就传来一道男人的声音 这就是原主的秀才爹 整个村子里围的秀才 赵明亭 哼 人母够样 这个是赵香柚给她的评价 老太太瞧见人 前一瞬是扬起了唇角 后一瞬就把脸给搭了了下来 哎呀 这 这可真是稀客啊 秀才老爷也知晓回来瞧瞧啦 咋的呀 是来瞧你这老娘是不是该入土了 娘 我这次回来还有件事啊 你也知道 香柚这身体不好 这会儿子又受了伤 许师回来跟我一说 可把我心疼的不成 我就想着趁着这次去赶口 就顺带将香柚带去府城 选一个好大夫 好好给他瞧瞧 赵香柚听到这里 心一下子就提起来了 黄树狼给鸡百年不安好心 他这便宜爹 从来都没正眼瞧过他 一直把他当空气的 啊 他能好心呢 带我去府城瞧边 哼 绝鼻有啥大坑 等着我跳呢 老太太听了儿子的话 撇了撇嘴 你有这个心呢 早干啥去了 不过心里却已经装磨开了 老大赵明廷的话 无疑说到了他的心坎里去 赵香柚这颗心呢 大郎二郎三丫四丫 都撕哪儿去了 被老娘滚出来 赵老太太扯着嗓子吼了一声 后院是喂猪喂鸡喂鸭 院外菜地里捡舌头 拔草八丘也那几个孩子 起起的打了个哆嗦 他们慌慌张张的跑来前院 小剑赵明廷都来了个急撒车 见过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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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明廷嫌弃地摆了摆手 他可不耐烦跟几个上不了台面的侄儿侄女打交道 娘 赵明廷催促赵老太太做决定 可是这赵老太太并没有搭理他 而是将瓦罐塞到了赵二郎的手中 你们呢带着幼儿去一趟小郎 去一趟秦少安家 把这个给他送去啊 跟他说这是答谢 几个孩子齐齐地吞了一口口水 大郎啊 把你妹妹背好了 还有你们几个啊 要是一会儿掉一根寒毛 有一个算一个 老娘啊 都把你们给踢小卖了 王达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能带好妹妹 带妹妹不用干活啊 赵大郎最喜欢带妹妹了 他一点也不嫌弃妹妹是个小傻子 剩下的几个孩子呢 也跟着点头 三丫虽然怨愤 但是并不敢表现出来 赵大郎是背着赵香柚就往外走 赵明廷下意识地就要去拽人 他自个儿呢 却被老太太拽了个两脚 只好跟着老太太紧呼了 赵香柚回头看了眼紧闭的堂屋门 心里寻思着去找秦少安才是张静 他都不在家 赵明廷想带他走 那也没法子 他呢 得想法子在外头多逗留些时候 最好溜到天黑 这样赵明廷就不可能连夜地带自己走了 如此一来 我便能多一个晚上的时间来想法子 应该如何应对 如今呢 这副身体还差一个月才满四岁 想跟一个成年人斗实在是太难了 斗永是不可能的 只能斗志 可是 要如何才能在外头 留到天黑呢 赵香柚正想着心事 这时候 耳边却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说大郎啊 你们这是带着香柚去哪呢 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这才换过神来 赵香柚抬头一瞧 哦 原来已经走到老赵家的田里边了 他三叔赵明廷放下了手中的锄头 扯下了脖子上大的补金子 擦了擦手就走了过来 他习惯性的伸手想抱着香柚 可是又忽然将手给收了回去 脏啊 还一身的臭汗 可不能熏着香柚 哦 阿奶 让带着香柚 去给狼崽子送粥 你这孩子 啥狼崽子 人家有名字 叫秦少安 咱咱咱咱咱 去送粥 是鸡汤粥吗 原本在田庚边的树下 睡觉夺懒的赵老二赵明良 一下子就跳起来了 剑样的冲到了杰人面前 爹 是鸡汤粥 赵大郎说着 他挡在了二郎的身前 把他爹着日的视线给遮住了 自家爹啥德行 自家知道 这要是鸡汤粥落他手中啊 包准转眼就得进他嘴 回头挨骂挨揍的 嗨的是他们这帮小的 诱饵说 不想喝鸡汤粥了 阿奶就让把剩下的给狼 哦 给 给秦少安送去 赵明良闻言 严重的转了一圈 便对赵明田道 哎 我说老三呢 你赶紧回田里干活啊 我送他们几个过去 你也知道 那小狼崽子不好相遇 万一这几个孩子惹着他了 那还不得挨揍啊 相右可是跟着呢 万万不能有闪失啊 这赵明田想想也是 他笑说 还是二哥想的周到 成啊 我就回去干活了 说完 赵明田又叮嘱了自家三个孩子 让他们照顾好赵相右 这才转身 回到田里干活 一行人就往村围走去 拐了个弯之后 就见不着自家田地了 赵明梁抬手就去抢二郎怀里抱着的瓦罐 可是二郎呢 他也防着他呢 警惕地窜走了 防备地盯着自家二叔 哎 你这孩子 二叔是怕你累着 不累 赵明梁想了想 他脸上堆小 然后指着瓦罐问着 你看看 这是这么多鸡汤粥呢 难道你们不想喝吗 如果我们一人喝一口 这也喝不了多少 是不是 你们阿奶又不会找那小狼崽子问 他不会知道的 啊 几个孩子文言 琪琪吞了口口水 他们当然也想喝呀 可是 爹 幼儿知道 嗨 一个小傻子能知道啥呀 幼儿不傻 幼儿不傻 他还 他还会说话了 会说话就会搞壮 他爹这是要扰货了 他爹这是要扰货了 可惜呢 这赵老二赵明梁 没给他机会 直接将他薅到了一边 起开起开 他太用力了 赵三丫被他给掀到栽地 甩开了三丫之后 赵明梁两步追到了赵二郎 一把就将鸡汤粥给抢了过来 掀个盖子就往嘴里头倒 孩子们都傻眼了 可是赵香佑 确实笑了 他正愁没法子在外头待到晚上呢 哎 这下有办法了 一罐子的鸡汤粥 就这么进了赵明梁的肚子 赵大郎回过神来 悠悠地问着他老爹 爹 您不是说一人一口吗 赵明梁抬手擦了擦嘴 说这不是你们都不同意吗 我堂堂一个大人 怎么能强迫你们做不乐意的事呢 那我成啥人了 赵二郎和赵三郎闻言 嘴巴一扁 就嚎啕打哭了起来 这下完了 回家肯定是要挨奶揍的 早知道他们就该同意二叔嘛 虽然会挨揍 但是好歹也能吃上一口啊 你哭啥哭啊 我跟你们说啊 这事你们都不能说出来 你说了 你甭说我了 你们肯定是要挨揍的 反正你们阿乃不会去问那狼崽子 你们就说呀 他把粥喝了就成了 知道不 几个孩子 顿时就陷入了纠结中 二叔 鸡汤粥好喝吗 好喝 当然好喝了 说完 赵明梁自觉不对 他瞪大了眼睛 颤抖着手 指着赵相友 你你你你你 赵三丫一见他爹一副见鬼的表情 心中莫名的生腾起 一股子快意来 哼 让你不信我的话 还推我 活该 听到了赵相友的话 赵明梁震惊极了 小傻子 会说话了 二叔 我不是小傻子 幼儿 记得好多好多事呢 二叔 你抢过幼儿的馒头 包子 肉饼饼 糖糖 蛋蛋 孩子们是气刷刷地看向赵明梁 眼神中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哎呀那个 相友啊 二叔是怕你吃多了 不消化 你体弱 体胃也弱 哎 嗯 要 要跟阿奶说 幼儿 吃不饱 二叔抢 赵明梁胡语了 他这个祖宗啊 这要是跟老娘这么说了 老娘 得把他皮给掀下来 想了想呢 他又到 哎呀 一哟啊 二叔真是为你好 不然的话 二叔买糖给你吃 哎呀 二叔给你买好多好多的糖 啊 一哟啊 别告诉你阿奶 好不好 你阿奶年纪大了 别啥事都让他费心呢 对吧 赵香又眨不眨不眼睛 一副 我还小 我听不懂那模样 赵明梁急得抓着脑塞的 他这辈子头一回在别人面前 有这种无理感 糖 好多好多糖 不告诉阿奶 哎 对对对 不能告诉你阿奶 你阿奶不能让你多吃糖 咱们呢 就啥事都不告诉你阿奶 好不好 赵香又十分用力地点头 二叔买糖 又啊 不告诉阿奶 那 等过几天 二叔去镇上 给你买糖去 啊 赵明梁哄着 先说 先抽着几天再说呗 指不定过几天 这小丫头骗子 现在就忘了这事呢 便是他不忘 难道几天时间 还想不住法子来忽悠他呀 不要过几天 幼儿 要吃糖 现在就要吃 哎 香又乖 二叔先送你去狼崽子家 过几天 再买糖 赵香又能干吗 绝逼不能啊 他是个不买四岁的娃娃 他凭啥懂事 哼 要糖 哼 要阿奶 哼 说苦就哭 眼泪是一点都不值钱 哗啦啦地往下掉 哼哼 哥哥 回家 哼哼 找阿奶 赵明良一把拽着听话 往回走的儿子 买 二叔现在就去镇上给你买 要糖 还有包纸 肚肚里 有肉的包纸 眼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子呢 就有增价的条件 还能咋的呀 赵明良就心疼他私房钱呗 好容易存的呢 这下存不住了 不过 幼儿啊 你要跟着二叔一起去 回头就说 是幼儿想上街 行不行 不然你阿奶不让你二叔上街呀 二叔不能上街 就不能给幼儿买糖了 嗯 哥哥姐姐 一起去 赵明良想了想 得嘞 一起去就一起去吧 正好可以偷一天的懒 等回家以后 也不是他一个人挨骂 除了花他私房钱 这其他地方 哎呦 这一算还挺合适的哈 说不知呢 赵香柚就是摸准了他这副臭德行 这才有的这一出 在镇上耗费一天时间 那也太容易了 也十分能说得过去 遗憾的是 他亲自去给秦少安小哥哥道谢的时间 只能往后退一退了 没招啊 得先将自己的安全问题给解决了 来日方长嘛 赵明良呢 就咬了咬牙 他指挥找三鸭 去 跟你三叔说一声 就说 又想上街玩 我带你们上街 上午啊 就不回来吃饭了 啊 哎呦 这么多人去啊 他这个私房钱呢 以前的包子馒头麦芽糖 都成贵了哟 不成 只有小傻子能花他的私房钱 其他人呢 是半个子都不想花用 几个孩子呢 心里却在为能上街赶场而高兴着 赵湘悠心里盘算着 这到了镇上 是不是能趁机打电打电消息呢 毕竟这镇上也不大 秀才也不多 赵明廷就是其中之一 只要是镇上的常住民 那都该认识他 搞不好 就能打听出点门道来 这爹 为啥要带自己回家 只是 他这差点四岁的小豆丁身材 这打听事 这任务好艰巨啊 阿叔 报 赵明良是十分的不情愿 可是呢 他还是抱起了赵湘悠 大郎和三鸭 是一脸羡慕的看向赵湘悠 他们爹呀 从来没抱过他们呢 一群人是浩浩荡荡 呼呼拉拉的就往镇上出发了 赵明良是个十分子私的人 他只想快点到镇上 然后将怀里的讨债鬼给扔下 他走得快 大郎等人就只能跟着跑 不过便是跑 他们也开心 都是大小都干惯了活的 别说一口气跑镇上 就是一口气跑县里 他们也可以 哎 巧了 他们去这天呢 正是赶场的日子 渐渐的 路上行人便多了起来 而且抵达场镇的时候 场镇上已经很多人了 这镇子外头卖鸡鸭的 已经摆开了镇上 远远的就能听见声响 闻到一股子酸脑门的臭味 赵明良就带着孩子们 快速的穿过 直奔卖麦芽糖的小摊 这在路上呢 就碰到一个卖糖仁的 赵湘友一下就兴奋了 小手指的糖仁大喊 嗯 要这个 你要这个 这位爷 给闺女买糖仁啊 哎呀 我此 不 这 这不是我闺女 他倒了八倍的血霉 才会有这么个闺女呢 必须不能有 那糖仁多少钱啊 一个铜板一个 你这当叔叔的 挺疼侄女的 其他几个孩子呢 一人来一个 一人 一个 赵明良还没吭声呢 找香印就让人开了 他为啥要带几个哥哥姐姐上街呀 不就是 想带他们一起占便宜吗 就一个 赵明良顿时就炸毛了 一人一个 那还得了 不 不行 几个孩子眼中的光 顿时就灭了 赵香印能惯着他吗 绝必不能啊 嘴巴一别 赵明良的背脊 当场就是一惊 接着 赵香印张嘴就好 一人 一个 我要 我要阿乃 阿乃两个字 深深的刺激了赵明良 他脑袋崩的一下就大了 几乎咬牙切齿 哎 那个 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 成了不 成 阿书 真好 滚 老子不想好 这卖汤人的老头成年买汤 啥样啥的人没见过呀 家里人不给买在地上打滚的孩子 他也没少见 就头一回见 非要闹着给哥哥姐姐们买的孩子 小姑娘心真好 赵明良瞪了老头眼 好个屁呀 来来来都选一选 你们想要啥 赵大郎两眼放光的指着大龙 我要龙 龙大呀 用的糖也嘴多 我也要龙 我也要 孩子们都不傻 可是这老头也不是吃素的 他指着猴子接桃子 等几个糖对孩子们说道 这几个都是可以随便选 龙凤是需要你们转的 转到了就给你们做 转不到就是指着啥做啥 你们是选择转呢 还是直接选呢 大龙说要转 然后呢 他也急吼吼的上手了 完全忽略了站在一边 独自生闷气的亲爹 孩子们是紧张的盯着转盘 瞧着竹片做的指针速度缓了下来 到了龙那里就更慢了 大郎兴奋的笑了 可是下一瞬 那缓慢的快要停下来的指针 却越过了龙 停在了隔壁的大刀上 这跟龙一比啊 大刀可就小多了 大郎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眼眶瞬间就红了 小少年别了别嘴 眼瞧着这眼泪就要下来了 却听他跌倒 哭就甭了 正好啊他能省下一文钱 大郎是连忙把眼泪憋回去 这边呢轮到二郎转了 二郎拍着胸脯子说着大话 你们都削好了 龙是我的 然后呢 他就转了一只桃子 嘿 还不如大刀呢 几个孩子顿时就被逗乐了 轮到了三牙 三牙指着打公鸡 我要他 与其是冒险一搏 他还不如实际点呢 从可以挑选的里头 选一个看起来最大的 四牙见三牙选了公鸡 太要公鸡 这下子就轮到香柚了 香柚个头小小的 端着胳膊短腿 根本就够不着猪片 大郎就把他抱了起来 二郎劝着他 喲 你也学三牙四牙 也选公鸡 我跟大哥都转不着好东西 你这么小 肯定也转不到好的 是啊 听你二哥 赵香柚没听 小爪子扒垒了一下指针 然后指针是稳稳当当的 落在了龙那里 赵二郎胡语了 话没说完的赵大郎 也无语了 小姑娘的运气真好 唐人老头夸赞道 几个人要的唐人 他这里都有现成的 从草垛子上起下来 就给他们成了 这楼可是顶顶的不好赚呢 几个孩子十分羡慕的 盯着赵香柚手中的唐人 赵明良问着老头 哎 这多少钱呀 六文 赵明良这脸色 十分不好看的给钱 这个心疼死他了 家里老娘太厉害 他没攒下一文钱 都是千难万难的 给完钱呢 他顺手取了个唐人 咬了一口 带着孩子们就走 哎大爷 这个唐人你还没给钱呢 街上人多呀 大家文言纷纷停下脚步来看热闹 赵明良也不慌 转身看着老头 哎 不是 我是不是说美人一个呀 老头点着头 那我是不是问你多少钱 你说六文 而且我也给了你六文了 老头呢又点头 这不就结了吗 你又管我要钱 要什么钱呢 那是 你拿的这个没给钱 咋的 你骂我不是人呢 不是不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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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 做生意要诚实 啊 我说了 美人一个 价钱也是问清楚的 你这样就不地道了啊 搞得我跟没给钱似的 微观群众也觉得 赵明良说的有道理啊 纷纷指责卖唐人的老头 不地道 被绕晕的老头 顿时无语了 愣了半晌说道 对不住对不住 是我糊涂了 没算清楚 哎呦 这反过来老头 还得跟赵明良道歉呢 我的天哪 这种操作也可以 我二叔 简直是个人才 赵香柚呢 就被赵大郎牵着 赵大郎一口口舔着唐人 没舍得咬 赵香柚在看其他几个孩子 除了四鸭 四鸭基本都在舔 唯独四鸭留着唐人 是舍不得舔 也舍不得咬 赵香柚喊着她 四鸭姐 药儿 啥事儿 我要你的 这个给你 容太大了 她吃不完 赵香柚话音一落 所有孩子都看向了赵四鸭 嫉妒的小眼神啊 瞬间就将这孩子给掩灭了 赵四鸭可不敢占赵香柚的便宜 她慌忙道 药儿吃 姐姐不要药儿的 行啊 大公鸡 不喜欢龙 赵四鸭可怕的哭了 换 姐跟你换 赵香柚立刻就笑了 其他几个孩子看着自个手中的唐人 悔呀 他们干啥要先舔呢 赵香柚换到了唐人 瞧着不远处有个茶棚子 里头老多人了 她连忙着哒哒哒的跑过去 找了个位置坐下 一行人呢 只能追着她进去了 爱书坐 赵明良的脸色黑的能出水 做个屁啊 一碗茶一文钱呢 哎呀 幼儿啊 糖买了 咱该回了 不回 要吃肉包子 大大的肉包子 要吃面面 要吃上头 有肉肉的面面 赵明良无语了 就想一巴掌拍死她 赵香柚倒是想去酒楼 但还是怕一次把赵明良给撸狠了 她干脆破罐的破摔 硬愿挨打 也不愿意掏钱了 这薅羊毛嘛 也是个技术活 得慢慢来 温水煮青蛙 依然呢 一碗面 不过只有赵香柚跟赵明良的碗里有肉 其他孩子都吃的是羊春面 赵香柚就知道 这已经是赵明良能够接受的极限了 所以没有逼迫 只是卖头吃面 哎呀 好好吃啊 我真是太久 没有吃得这么畅快过了 穿越前呢 在末世 虽然赵香柚有空间 也不缺吃的 可是穿越来之后 因着身体里有针 一直疼 还得一直耗费精神力 将针给弄空间去 实在是影响胃口 就没吃过一顿顺畅的 除了赵香柚啊 其他几个孩子吃的也是香喷喷的 便是没有肉 乃是白面呢 没有餐杂粮的白面 在赵明良杀人的目光下 几个孩子吃得快极了 生怕比赵明良慢一点点 就会被他抢走了 茶摊呢 也热闹极了 茶客们是天南地北的吹 赵香柚听得津津有味 这真是太能耐了啊 从皇帝老爷宠爱的美人 到西街寡妇的腿有多白 嘿 全都能听见 哎 你们知不知道 周元外家小儿子的事啊 知道 他家小儿子 得了老饼快死了 小狼 小哥哥 赵香柚看到秦少安 从茶摊前走过 连忙冲出去追他 几个孩子回过神来 也赶紧跟上 有了谁 都不能吊了香柚 赵明良正听八卦听得 津津有味呢 目光都落在 吹龙门阵的人身上 压根就没注意到 孩子们 呼啦啦的一下子 全跑光了 不知道哪来一个道士 跟周元外说 得寻八字旺夫的小姑娘 给他叫儿子冲喜 你们不知道 听说周元外 愿意出五十两银子吧 乖乖五十两啊 这都够买五十个小姑娘了 你们不知道 人家周将要求 小姑娘必须父母双全 而且八字 必须要望他们家的小儿子 而且 而且啥 而且 说话的人呢 卖了个关子 声音拉得长长的 还端起茶碗来 慢悠悠地喝了一口水 把大家伙的胃口 吊得足足的 这才说到 而且听说 得亲生死状 若是他们家小少爷没了 嫁进去冲喜的小姑娘 是要陪葬的 还有 周家人说了 八字盒的小姑娘越多越好 小姑娘越多 愿有可能 把他们家的儿子给冲好了 听说周家小少爷 已经要事无疑了呀 难怪给五十两这么多 原来这是买命钱 买命钱五十两 也够多了 打仗死了才给多少钱呢 十两银子而已 这老爷死了 那是活该呀 一个铜板都没有呢 话说回来 老周家是真的有钱呢 一个小姑娘五十两 听说他们家都买了 十好几个小姑娘了呀 赵明良听得心痒痒的 他眼珠子转了转 起身离开了茶棚 周元伟家在哪儿 全镇人都知道 镇子东头那处最阔气的宅子 那就是他家 他家一栋宅子 就占据了半条街呢 哎呀 我得去打听打听 要是能打听出 周家药的小姑娘 生辰八字就好了 这样一来 我转头就能把三丫或四丫 弄去周家 五十两银子 就到手了 想到这里啊 赵明良顿时就有精神了 庆庆今儿自己来了镇上 不然上哪儿知道 这样的好消息去 一心惦记着银子的赵明良 顿时就把赵香柚 给望到九霄云外去了 再说另外一边 撒开 小哥哥 皱眉头 会变成老头的 赵香柚撒开了手 但是马上又揪着他的衣摆 赵大郎几个人追了过来 但是他们离秦少安远远的 不敢上前 哟 盛大哥这儿来 小哥哥 我可以叫你少安哥哥吗 他其实呢 是想叫少安弟弟 不过要稳人设呀 只能装小可爱 不过这赵香柚是越装越顺利 刚开始喊秦少安小哥哥的时候 还有点羞耻感 我喊了几声之后 羞耻感是啥玩意儿 啊 不认识 秦少安这个小崽子 别看他瘦瘦弱弱的 穿的也不好 衣裳上是补丁叠着补丁 可是他五官是长得真好看 眉眼鼻子和嘴唇还有脸型 都长在赵香柚的审美上 这么好看的弟弟 赵香柚一点都不想让他吃骨受罪 更何况 他还是自己搁的救命恩人呢 让开 秦少安似乎在压一怒气 不过赵香柚还是没松手 他凶他 赵香柚就冲他甜甜的笑 开玩笑 他又不是真的只有三四岁 还能被一个十岁的孩子给唬住了 少安哥哥 谢谢你救了我 少安哥哥 鸡汤妆好不好喝呀 你喜不喜欢 哼哼 又就喜欢喝鸡汤粥 好香呢 秦少安见他不撒手 迈开脖子就走 赵香柚是轮圆了腿跑才能跟得上 大郎挤人无奈 也只好跟上 他走得太快了 赵香柚到底还是跟得吃力 秦少安稍微顿了顿脚步 他转头看了眼赵香柚 见赵大郎等人追过来 抱着赵香柚往后退 他恶狠狠地对他们说道 不想倒霉就离我这个栽香远点 见赵大郎等人眼中 果然露出了或害怕 或避之不及的目光 他浑身的冷意更胜了 可是当他的目光落在赵香柚的脸上时 赵香柚还是冲得甜甜的笑 少安哥哥 他的笑容跟阳光似的 十分的刺目奔暖 这个小团子很漂亮 也很美好 可越是这样 他心里就越烦躁 秦少安是转身就走 赵大郎松了一口气 这要转身离开呢 可是赵香柚 却挣脱了他的怀宝 又跟了上去 哎呀 这六丫可真是的 就会找事 赵大郎追了过去 其他几个孩子也只能跟着 三丫十分不高兴地 瞪着前头两个人的备用 不停地埋怨着 啊 那 那不是二叔吗 四丫指着秦少安停下的位置 惊讶地说道 赵明良听见孩子们在喊他 他眼睛一亮 赶紧拉了三丫跟四丫 对守门的人说道 这俩人呢 这是我闺女 这是我侄女 您看 守门的人侧身让他进去 带进去吧 赵明良连连道谢 又盯住大郎他们几个兄弟 看好赵香柚 守门的仔细打量了一下赵香柚 笑着说道 这闺女长得不错啊 这一挡没丫头 从出生到现在 那就没好过 你不认识 嗯 一个村的 他说完之后呢 门房就没再说什么了 这丫头头上缠着绷带呢 绷带上还有血迹 如果是个有福气的 能烧成这样 守门的就信了秦少安的话 便没再开口 让赵明良将赵香柚也带进去 他呢 摆着手示意赵明良进去 赵香柚疑惑地打量了几个人 这 这是在搞什么呀 没看明白呢 蠢货 秦少安低声骂了一句 抬脚进了门 赵香柚等人就被拦在了外头 被骂了的赵香柚沉思起来 秦少安明明不想搭理我 可是却专门跟守门的说了那样的话 临走的时候还骂我蠢 这里头 这是有事啊 赵香柚呢 倒是很想跟守门的打听 可是人家已经关上了脚门 柚啊 你别耍心啊 小狼崽子就是那样的人 全村人都讨厌他 他嘴里就没好话 你别跟他生气啊 不知道 赵香柚严肃的看向赵大郎 大哥哥 少安哥哥有名字 少安哥哥不叫小狼崽子 被赵香柚圆丢丢的眼前盯着 赵大郎有些不好意思了 那是啊 我尽量记住 这喊了这么多年的小狼崽子 他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 再瞎喊 那我要告诉阿奶啊 赵大郎一听说他要找赵老太太告状 顿时就变了脸色 连忙拍着胸脯子保证 不会再乱说了 这老太太呀 太可怕了 大约呢是一盏茶的功夫 秦少安就出来了 但是赵明梁却还没影呢 你二叔让你们先回吧 秦少安念无表情的路过他们 冷冰冰的丢下一句话 赵香柚越发觉得奇怪了 他连忙起身去追秦少安 可是秦少安这回走的是格外的快 很快就没影了 香柚 不然咱们先回去 可是二叔还有三丫四丫 还没出来呢 这可咋整啊 几个孩子没了主意 赵香柚是望着周家的方向 心里总觉得怪怪的 他一定是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信息 二叔说 让咱们先回去 赵香柚决定听秦少安的话 不是他不想管三丫四丫 是他以及身边的几个小崽子 都没有能力管 这要管呢 还得找赵老太太出骂 冲 那咱就先回去 赵大郎蹲下了身子 佑儿 上来 大哥背你 赵香柚呢 没跟他客气 打算出了阵子再下来走一劲 反正时间还早呢 他们能边走边歇 也不着急 几个孩子走了 秦少安才从附近的一条巷子里走出来 他看了眼赵香柚等人背影消失的地方 抿了抿唇 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秦少安呢 去了药房 从药房出来之后 手里滴溜着大包小包的药材 他还去凉店买了一口粮食 这才离开了长镇 半道 赵香柚 嚷嚷着要歇着 几个孩子呢 便寻了路边的树下坐了 赵香柚 从怀里头掏出了一个纸油包 一股子香甜的气息 从纸油包里窜了出来 几个孩子的眼睛 顿时就落在了油纸包上 浑口水的声音 此起彼伏着 阿奶 给幼儿的 幼儿分给你们 你们 不能跟阿奶说啊 赵香柚打开了油纸包 露出了几块 几个孩子没有见过的点心 几个孩子小鸡 啄米式的点头 赵香柚呢 一人给了一块 自个儿也抓着一块 吃了起来 这是凤梨酥 它空间中的存货 末世刚来临的时候 它从一家糕点店搞到的 当时啊 这凤梨酥是刚出炉不久的 还冒着热气呢 哇 这也太好吃了 松软的凤梨酥入口 几个孩子顿时眯上了眼睛 幼儿 往后大哥 就是你亲哥 你是我亲妹子 他一点都不怀疑高点的来路 他们家阿奶藏着的好东西 一直都只给幼儿吃 有了这凤梨酥的加持 赵二郎闹着要背赵香柚 赵大郎不让 俩兄弟还差点干了一仗 赵老太太在村口的大榕树下等着呢 瞧见了几个人的身影 就见识的冲了过去 匹医手就将赵香柚 从赵大郎的背上给夺了过来 哎呦 幼儿啊 阿奶的幼儿可算是回来了 哎呀 可担心死阿奶咯 赵老太太抱着赵香柚 一阵的心肝肉的喊着 又各种的打量他 确认了赵香柚 真是一根汗毛都没少 老太太这才放下心来 嘿 你们几个呀 哎 等回去 我再跟你们算账 阿奶 二叔带着姐姐去进了一间大大的房子 阿奶 二叔去干啥了 赵老太太无语了 对呀 老二那倒造的玩意儿 咋没看见人影呢 作为三四岁的小孩 自然是不可能说清楚的 所以老太太犀利的目光 扫笑了几个男孩 几个男孩一哆嗦 老太太伸手指了指大郎 你 你爹去哪了 啊 干啥去了 嗯 我爹 带着三丫四丫 去了周远外家 他只让我们先回来 并没有说 带三丫他们干啥了 老太太眼珠子一转 哎呀 这老二是个魂不力 他根本就不认识周远外家的人 若是认识 就他那臭显外的脾性 能不拿出来吹牛吗 完全不可能 所以这瘪犊子 难道 他是 失去卖孩子了 老太太想到这里 变色一下子就沉了下去 虽然他成年叨叨说 要卖这个卖那个 也的确不咋待见 家里除了乡友以外的几个丫头 但是他 但他却从未真正的起过 卖家里孩子们的念头 老大可是秀才 秀在家卖儿卖女 这要是传了出去 老大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但是他转眼一想 又觉得这老二不敢 这倒造的儿子不是没起过 要卖闺女的心思 当年他就拦住了 还拿藤条 狠狠的抽了二儿子一顿 老太太就不相信了 赵明良他还敢起这心思 他那就决定 等老二回来 嬉戏的问上一问 如果他真敢 卖了那俩丫头 我便打断他的腿 因为这边赵香柚回来了 老太太就张罗着开饭 这个点呢 已经过了五十 按照道理 老赵家应该已经吃过饭了 马上就要秋收了嘛 秋收前的活 相对来讲要少一点 赵老太太就让大郎几个 去甜蜜汉赵明廷给家吃饭 午饭还是丰盛 竟然还有扣肉 还有鸡汤 鸡汤啊 是专门给赵香柚炖的 一上桌子 老太太就宣布了 说这鸡汤啊 除了赵香柚 谁都别想沾染一口 几个孩子呢 虽然很羡慕 但是也飞快地挪开了目光 将目光落在了扣肉上